中日韩峰会于昨天在首尔举行,这是自从2019年底以来头一遭,上次三国还是在成都碰的头。 中日韩峰会的想法,最早在2004年由韩国就提出来的,2008年开始正式举行,聊的都是些经济,怎么一起应对自然灾害援助的? 中日韩峰会在三国合作方面确实取得过不少成果,不过因为疫情,加上美国主导的阵营对抗,在一些事情上有不同意见,气氛明显不太对付,峰会就暂停了。 现在重启,韩国挺看重的,说这个标志着三国合作要重回正轨,韩国若真的回心转意,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大胜利,意味着美国的盟友真心不想跟着美国的不要走。 和中国合作一起发财过好日子,不好吗?对中国来说,你只要不损害我的利益,我也不会找你的麻烦,这一点日韩都懂得。 对日韩来说,这几年跟着美国得到了啥,除了被美国放血,搞啥而哭死,货币大幅贬值,经济不振还被美国收割,啥也没有得到,甚至是弊大于利,一是美军费用分摊增财政压力, 贸易政策也打击了日韩出口经济,二是外交受限,中林关系处理受到束缚,三是美国强势军事姿态,加剧区域不安,朝鲜问题更可能引发冲突,四是美出口管制限制造成供应链紧张,抑制其技术创新, 五是国内反对声浪,一浪搞鬼一浪,优利益受损,主权遭侵蚀,在这样的背景下,这一次峰会与以往似乎就不太一样。 计划是这样的,韩国总统尹锡悦分别跟咱们的李强总理,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单独谈谈, 然后再一块开大会,据说岸田文雄还想跟李强总理单独聊聊,都会要讨论的东西挺多,比如做生意,怎么发展,健康问题,新科技,防灾减灾,安全和文化交流,当然还会聊聊周围和国际上的大事,最后可能会发表个联合声明,说说大家在哪些领域能一块干点啥,分析认为,虽然中日韩式邻居,在很多方面看法不完全一样, 但能坐下来面对面聊就是个好事,特别是现在世界乱糟糟的,俄乌冲突,台湾紧张,还有朝鲜半岛问题,这些都是得面对的,就算聊完没啥具体成果,光是坦诚对话,就算是往前迈了一步,最主要的是可以遏制或削弱,美国有意在东亚营造的阵营对抗企图,有预测说,经济合作是这次会议的重点, 搞不好三国自由贸易协定,也能重新提上日程,不过这些是能不能成,一方面要看日韩对中国的态度是不是能摆正,能不能不被外头的压力左右,另一方面美国的态度也很关键,毕竟日韩都是亲盟友,中日韩三国怎么平衡关系,确实是一门学问,刚刚众俄主导的亚欧大陆的融合建设, 开启了新征程,崭新的地缘经济时代正在到来,这为日韩提供了一个,参与塑造未来经济版图的黄金机遇,普京马上将要访潮,有可能讨论进一步深化亚欧合作, 比如图门将出路口的问题,眼看中俄朝合作搞得火热,日韩能不掩热吗? 合作慢了都可能被甩下车,历史的十字路口前,每一步都顺之又顺,就看日韩如何选择了,现在时隔近四年半左右,中日韩领导人会议,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背景下重启,究竟有哪些方面的期待呢? 我认为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,其重中之重是在经贸领域,这一点不能仅仅放在中日韩三国之间,还有将其放到更大的一个事业之下去看待,说直白一点,中国之所以愿意在这个时刻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,除了本身的经济利益之外,中国还在下一盘更大的棋,中日韩之间的经贸关系有多重要,一组公开的数据就可以说明一切。 公开资料显示,中国是日本、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,2022年中韩、中日贸易额,分别约为3623亿美元和3574亿美元,三国贸易额从1999年的1300亿美元,增至2022年的7100多亿美元,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从17%提升至24%,除了中日韩之间的经贸关系, 中国在这个时刻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,还有更深层次的布局,这就需要我们将事业放到更大的东北亚上面去,时常关注国际时事的朋友或许注意到了一个细节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,去了一趟哈尔滨,在俄罗斯陷入乌克兰危机的大背景之下,调整战略重心可能是俄罗斯决策层的,一项重大政治工作。 而俄罗斯想要向东看,最有可能和中国合作的地方就是在东北,所以普京这一次去哈尔滨,背后蕴含重要的信息,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,中俄联合声明中有这样一段, 双方将同朝鲜就中国传之,经屠门江下游出海航行事宜,开展建设性对话,屠门江出海口,被提到了中俄合作的日程当中,如果后续在这方面有实质性的进展,那就说明俄罗斯开始将战略重心往东边调整了,伴随着俄罗斯战略重心的调整,俄罗斯的能源通道,贸易通道的中心,必然会放到东北地区。 而屠门江出海口,直接面对的就是日本海,中国的船只就可以通过这个出海口,直接通往日本、韩国和朝鲜等地区。 有一个事实相信大家非常清楚,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,现在都是制造业为主,都对能源的依赖需求非常高,但是双方要经过漫长的海上运输才能达到,途中非常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, 不仅成本非常高,而且非常容易被人卡脖子,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,俄罗斯的能源重心是在欧洲方向,但是随着乌克兰危机的爆发,俄欧关系直线下降,伴随而来的是俄罗斯丢掉了,在欧洲能源市场的大部分份额, 而且貌似还没有办法恢复到以前的水平,而俄罗斯是能源大国,能源贸易是其经济支柱,所以在欧洲市场无法恢复的背景之下,俄罗斯的能源重心向东看,就成了俄罗斯决策层的一个选择。 一旦俄罗斯将重要的能源通道铺设到东北地区,不仅对中国非常重要,对日本同样是非常重要的,所以在中俄加强经贸合作的大背景之下,又开始准备推动图门江出海口的进程, 日本当然是闻到了其中的味道,而且围绕图门江出海口,主要牵动着中国、俄罗斯、朝鲜、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经济神经,如果如果以此激活这一地区的经济活力,是整合东北亚经济的催化剂,也能够大大加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即使中日韩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恢复到从前,但是三方各自都有经济上的强大需求,这才促使中国决定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,而且重点是谈经贸领域。